日本把福岛第一核电站处理水排入大海 移成地局 但国际社会依然感到担忧 各国都有民众上街示威抗议 韩国方面就促请日本政府保持透明度 在未来30年以负责任的方式 发布核废水排放的相关信息 星期四在香港的一群示威者不满日本 坚持把福岛核电站处理水排入大海 在街头怒骂日本政府 首思应有日本国旗的横幅 示威者还拿着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海豹游接 表达他们对日本一意孤行的做法非常不满 日本这一次做法排入是非常不复杂 不合法 不道德的 大家都看到的了 中国海关总署今天也宣布 及时全面禁止日本水产品进口 在这之前 中国原本只宣布禁止进口 包括福岛与东京在内的10个都线水产品 北京的海鲜市场小贩就认为 除了海产业担忧会受到波及之外 如果核电站处理水日后影响水质 全人类都会受到影响 无论如何 日本排放福岛核电站处理水的事实 已经无法扭转 作为日本最亲近的邻居 韩国也对日本提出告诫 希望日本政府在未来30年以负责任的方式 发布核电站处理水排放的相关信息 韩国总理韩德珠表示 民众的安全是首要事项 在公众的担忧消除之前 对福岛鱼产品和食物的进口禁令将继续生效 不过 韩国民众显然不满意政府的消极应对 在各地掀起示威抗议 韩国当局逮捕了至少16名 企图闯入日本驻韩国大使馆的示威者 马兴市电视综合报道